接下來我們的鏡頭要帶您獨家前進竹科 因為十年最嚴重的大旱已經來襲 晶圓龍頭台積電有九成的廢水會回收再利用 讓他們一年省下4億元的水費 那麼另外像是面板廠群創啦 還有像是五谷工業區 現在都是展開省水道作戰 小小圖地公廟在石門水庫水底下浮現出來 全台水勤拉緊報 最快農曆年後就要進入第二階段限水 科技廠首當其衝 唯獨台積電老神在在 東森財經也直擊台積電最神秘的半導體廢水廠 排下去我們再把它做分流處理 就像太空船一樣 台積電地底架居然是一座1.6萬噸超大水池 工廠廢水經過15道手續 12小時後超過九成在這裡回收再利用 一滴水都不浪費 也讓台積電每年省下4億元水費 上面這個店主要是監控我們P路的 一些純水廢水還有回收水的儀器 去年大肯蘋果訂單台積電獲利創新高 就盼今年產能不會受到缺水影響 不同的普通體會考慮做下檔 那但是這個是在非常嚴峻的狀況之下才會發生 風景神經的還有五股工業園區 堅果一包又一包由產線輸送出來 工廠過年前忙出貨也面臨缺水危機 五千年的老祖宗就跟我們講 台積小凡出大地頭 最殘人就水沒水頭 廠區省水有一套不用瓦斯鍋爐煮沸開水 全程用活性炭過濾沖洗原料 估計每個月能省下三分之一水量 逆滲透之後再加上活性炭 這個水我們到現場車間我們就可以直接升飲了 用水更兇的光電廠更是拉緊爆 群創成立跨部門危機處理小組 提前達成第二階段降低5%用水量目標 我們製程水有百分之八 難度可以的 在重複回收利用 全台面臨十年大旱 衝擊恐怕排山倒海而來 企業界已經提前展開自救 東南財醫新聞 江宋 黃富翔 台報道